你好,欢迎收看我们的TV Extra考料 我是你们主持人Alice 我的partner呢? 他还迟到,我的partner 我介绍他一点点东西 他的名叫凯勒 他也是我们的TBM的muscle man 肌肉囊 他有点迟到 我们现在开始先 你们开始了啊? 没有等我的了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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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凯勒 今天欢迎大家收看TBM Extra好料节目 其实我们也是有做其他的Extra节目 就是好像譬如说Extra Protect 就是我们的Extra Warranty 还有Extra Blue 对,就是我们的e-waste program 好了好了,OK 我们现在要介绍我们的special guest 他的名叫Alin 他在我们TBM做了三年的,OK 他是我们的TBM的seas girl 在Extra Rust 所以欢迎他 热烈欢迎 大家好,我叫Alin 所以Alin,今天你是要做什么蛋糕呢? 今天我是要示范做那个marble cake 这些是需要的材料 这个是面粉 然后这里有十粒的蛋清 然后这边有牛油 还有有盐的牛油 然后炼乳 细砂糖 还有baking powder 黄油 还有蛋黄 跟可可粉 OK,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先 跟marble cake 这样做 这个步骤 好,首先我们需要200克的细砂糖 OK 把它倒下去 之后再需要用到这个黄油 黄油的话呢,是需要两茶匙的 OK 就跟它搅拌进去 Sorry,什么是黄油 黄油它是一种可以令那个水跟那个油 结合起来 所以等下我们做的过程中呢 它的那个水和那个油 它可以更容易地溶解在一起 所以做出来的成品它不会说那个水由分开 哦 然后也比较可以柔软 那个蛋糕 OK OK 然后继续搅拌吧 继续搅拌 OK,继续搅拌 所以A-Lin 我们要怎样知道是均匀了 我们需要把那个黄油跟细砂糖搅拌成 好像这样子,蛋黄色 比较均匀 OK 所以我们下一步是怎样呢 要放什么 OK 所以现在已经均匀了 我们就需要放这个10粒的蛋白 10粒蛋白 10粒蛋白 10粒蛋白啊 哦 所以你是分了蛋白和蛋黄啊 对啊 因为蛋黄我们只需要用到两粒而已 OK 接下来 放刚好 OK OK 再加这个已经过筛了的250克的低筋面粉 如果你是刚好没有低筋的话 你可以用中筋 可是你一定要放玉米粉 OK 所以这个发粉的话呢 你需要放1分之1的这个茶匙 2分之1 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需要那个搅拌器来搅拌了 好 在搅拌之前呢 我们先把这一个面粉先均匀的搅拌一下 可以 可以 所以我们就用 然后 现在轻轻的搅拌了 OK 要打到几时呢 呃 它的时间是需要10分钟 可是我们是5分钟低速 5分钟快速 OK 所以现在轻轻的搅拌了 记得要把面粉都搅拌进去啊 不要看到爸爸的面粉 所以现在准备两个大碗咯 我们把这一个搅拌好的面糊 分一半一半 OK 为什么要分一半一半呢? 因为我们需要参这个巧克力粉 可以给它形成那个斑马的线条 比较漂亮的那个蛋糕 蛤?但是 你两个碗 但是才一个tray哦 这样是谁啊? 因为我们现在是要 其实这一个材料呢 它是可以用做9吋的这个斑马蛋糕 可是我想要它比较厚实一点 所以我换去8吋的 哦 所以你的口感就会比较好吃哦 我们把可可粉 可可粉记得也要过筛 因为你不过筛的话 它会有颗粒感 颗粒感 明白 这个可以用那个hand mixer来做吗? 不需要 哦不需要啦 手指这样子 它等一下它打发过度了 哦 所以我们只是轻轻的搅拌一下 所以我们预留多一点点啦 因为怕等一下不够 我们还可以再加 哇哦 OK 所以我们是成功了 混合了两个混合 OK 所以现在是要做什么呢? 所以我们需要跟它轻轻的给它震 这个叫轻吗? 轻轻的 对 因为我们要把气泡给它震出来 然后把上面的把 有点吓到我了 嗯 这个就是气泡 哦小小的气泡 对 OK 所以我们可以跟它 挑一个纹 记得不要那么大力哦 不然的话下面那个会 对 所以我们就跟它 挑一些纹 啊 你可以不挑 也可以 挑的比较美吗? 有一个板凳在那边咯 随便挑也可以的 嗯 看个 要挑花 要挑动物 都可以 嗯嗯 可以这样子就完成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把它放去 刚才已经预热好的炒香里烘烤 OK 所以我们现在要把它放进去烤 已经预热热了的烤箱 记得要放在中下层哦 为什么啊? 中下层 如果你放到太高的话呢 它等下上面会有一点烤焦了 啊 OK 所以时间的那个部分 我们刚才已经预热好的 那个时间是160 上下火 然后时间是60分钟 嗯 我们会介绍这个阿温 所以阿丽可以介绍一下吗? OK 这个牌子它是CE Integrated OK 它的Full Body 是Santa Steel的 才制来的 OK 所以它有9个Litle 它总共有4个 哦 OK 这个是比较小的 45L OK 另外还有60 80 还有100 嗯 这样它有9个Function 这个的话呢 它总共是有5个Function 5个Function 对 有上火咯 下火 上下还有上下风扇 更可以一个淘机的 好 所以我们现在是用着上下火 上下火 哦 OK 我看到好像很简单用耶 这个就是上面 上面的温度 这个是下面的温度 然后就是Function 然后这个是Set时间 对 其实一般的烤山 你会看到的话呢 它就只有一个Temperature 嗯 它是直接就可以连接上下火的 把这一个的话它是分开 其实分开有它的好处啦 因为有时候我们做一些 不一样的食谱 它确实是需要上下的Temperature 是不一样的 哦 比如呢? 如果是做菜类之类 菜类哦 对因为它要它的温度均匀收热的话 它需要分开咯 哦 听说好像Burn Cheese 也是可以不同的温度是吗? 对 Burn Cheese的话 通常我们会先用上下火 然后在上面 那个需要烤焦的地方 我们就必须要去上火咯 啊 这个就是这个Arvid的不同咯 对 OK 所以它的Accessary 有什么东西? 它总共有五个Accessary OK 所以它有一个黑色的Bread Tray 然后还有这个Rack OK 然后另外的 这个是烤鸡的 这个是烤鸡的 这个是拿那个烤盘出来咯 啊 你需要烤鸡 所以这一个的话呢 是主要给你在烤鸡的时候 好了的时候 你需要跟它拿出来的 啊 啊 其实哦 我家里有一家大概是这样的 但是 呃 它好像是没有这样多功能啊 它好像是没有上下功能 所以如果我是要做这个Marble Cake的话 是适合吗? 呃 不适合的 因为如果你用上下火再加风扇的话 你的蛋糕的外皮 嗯 会比较脆 啊 比较硬的 对 就比较硬一点咯 所以我们这个是Soft的 所以你吃起来的口感肯定是不一样 啊 这个新款的呢 已经是有把它分开 分开了的 有上下火 也有上下火加风扇 因为上下火加风扇 它主要的是可以拿来做饼干 饼干 饼干 还有蔬菜类 都可以 嗯 然后它的温度的那个 温度呢 它可以去到230度咯 以时间的话它可以去到60分钟 如果是要多过60分钟 如果比如说 用一个可能需要去到70分钟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 你调完了60分钟之后 它差不多要好 你再加多一个时间咯 嗯 如果你买更大容量的 就不需要 因为它的60 80 100 它是可以去到120分钟的 哦 两个小时 对 这样我也是有听说过 大一点的容量 好像有6个功能对吗 对 那个功能的话就是 它有加一个上下火加个风扇 还有烤鸡的 嗯 如果要这种脆皮的烤鸡的 脆皮的烤鸡 它就需要用到那个风扇咯 好 这个Oven有多少年保价呢 这个Oven它有一年的保价咯 一年保价 对 如果有遇到任何的问题 嗯 你可以送去我们任何一间的TBM分行 又或者是你可以拿回来我们的TBM Service Center 嗯 他们会给你处理 所以这个价钱是多少 现在它有特别的尤灰 原价499 现在只卖399一台 399 对 原价499 对 我们有没有听错 399 对 值得 100块 确定 对 哇 你的旧了咯 呃 我想换啦 但是 不用考虑了啦 你可以看回我的video啊 OK OK啦 我买啦买啦 下单下单下单 终于我们的video来到尾声啦 说谢谢我们的special guest Aline 她做了一个很完美的mumble cake 也很好吃哦 如果你喜欢我们 没有如果 OK 记得记得一定要喜欢我们的video like and share 还有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她是凯乐 她是Alice 再见啦 Bye Thank you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5 1 2 2 1 2 3 4 1 2 2 感谢观看